HELLO 大家好,我是Modex 今天來介紹一下這個大叔臨戰 大叔其實有分兩種形態 一個是防禦形態,另外一個是攻擊形態 好,隨便來看一下這個防禦形態 防禦形態的這個ES呢,其實就簡單來說它是會移動範圍 然後並且是舉盾,這個盾有遮蔽物的效果 然後呢,它會賦予大叔有遮蔽狀態 遮蔽狀態就是一般在迴避坦或是打手算上可以看的到 就是攻擊會做到一個格擋的這個機率 那這個格擋精率其實跟我們的視性有關 視性越高,當然它格擋率就越高 當然呢,它會給予我們這個大叔有156%的這個攻擊力 所以一般來說坦值的基本功不多啦 但156%加上去其實算是蠻多的,會來到7000多 所以這一般對我們打手的這個普攻來說 是差不多的一個水平 好,再來另外一個部分呢,就是這個遮蔽物 它是吃這個大叔血量的69% 好,假設大叔有10萬血的話 這個盾就有69000多,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然後呢,並且會有這個大叔的這種防禦屬性 大叔的防禦屬性是中甲嘛 所以這個盾也是中甲 好,遇到半井的話,這個坦度就越高 當然遇到貫通的話,這坦度就減半了 好,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這個遮蔽物目前來說眾說紛紛啦 不過蠻多人支持說他這個遮蔽物的狀態是可以去彈那個所謂的大球 但是目前官方也沒有去做測試 然後現在的那個白與黑其實也過了 下次要做到彈球的測試可能要等一陣子 不過目前來說這個坦值的這個大叔 在一般的生存上面,然後舉盾上面應該會有一定的這個水平 好,就我們看二技能 Normal技能其實他是每40秒會有一個24%減髒的這個防彈 但是這個防彈系統呢,其實被攻擊25次就直接被拆掉了 所以一般在打王的情況下,其實這個攻擊頻率不是那麼高 他這個減傷幅度是蠻不錯的 但是如果被他一堆雜魚打的話 這25次很快就是被拆掉了 像一般我們看那個Mika Mika的那個SS 他其實就是有12%的減傷 但是他不會受到任何這個Hit數的影響 他從頭到尾都是有12%的減傷 那這個大叔雖然說這個減傷幅度比較多 但是他有這個命中次數的問題 所以一般如果你說去打這種雜魚 可能效果不是那麼顯著 那如果是打王的話 因為王的攻擊大概只有一Hit 所以攻擊頻率不高的情況下 這個減傷的這個幅度其實是比較明顯的 那接下來被動技能呢 就是加一點攻擊力一點血量 如果你有固有的話呢 他可以再加一點攻擊力跟一點血量 幅度其實就差不多是這樣 畢竟是坦之 再來SS這邊呢 攻擊的時候會有20%機率 會降對方防禦19.3% 持續20秒 CD是5秒 目前有SS裡面呢 其實大概是正月的Haruna 還有泳裝的Azsa 他們都有普攻扣防的機率 不過他們的這個扣防比例 效果 因為是 畢竟是費死人犬嘛 這個Hoshino比較多 而且持續時間也比較長 所以應該可以期望說他在打王戰的時候 就對於扣防的這個持續效果 能夠常駐的這個幾率也就更高了 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攻擊型的這個大叔 攻擊型的大叔其實攻擊力顯著提升很多 但是血量被扣了 比起我們這個坦之來說 這個攻防的這個比例其實是有差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攻擊的ES狀態 ES技能是6口 對敵人會有149%的攻擊 然後還有範圍的敵人會有500%的傷害 那單體他會有3Hit 然後範圍總共是3加1的這個Hit數 所以大部分來說這個技能主要是來做範圍輸出攻擊的 因為對單體敵人其實傷害量不高 那對範圍攻擊是比較多的 而且他的整體的這個動作時間其實是還蠻長的 那賺6口很吃 但是整體動作時間長 你要加攻加爆 這中間的這個緩衝時間 確實是可以讓你做到很多的這種輸出 尤其是對於範圍輸出來說 所以不用說我們這種手殘檔的 要加攻加爆可能要求的這個手速要很快 在這個範圍輸出來說 這個範圍你只要在範圍爆發之前有加上去的話 都是理想的這個輸出的手段 好接著我們看一下Normal技能 Normal技能就是散彈槍零彈的時候呢 他會對敵一人做攻擊400%的這個傷害 散彈槍總裝填數大概是30% 然後普通攻擊大概就是6Hit 所以大概五輪的這個普通攻擊他的散彈數就會0 一旦0的時候他就發動Normal技能 對敵一人做100%的這個傷害 那這個Hit組總共是8Hit 所以有400%的傷害 這個算是一般普通攻擊 兼Normal技能觸發的一個手段 好接著我們看一下這個被動技能呢 就是通常攻擊設定會追加300 這300原本是他是前排嘛 那追加300他大概會落在這個Middle 也就是大概中位的這個地方 跟我們這個黑子是一樣的這個站位 那並且是增加他的彗星倍率21.2% 那如果你這個有固有2的話 他會增加攻擊力741 算還蠻多的 好另外SS的部分呢就是 自己的所有攻擊 不管是技能也好普攻也好 都無視對方防禦85% 這個是蠻誇張的 無視防禦85% 這個我們後續面再來講 並且是增加自己的這個攻擊力14% 好那我們接下來討論一下 這個無視防禦85%到底有多誇張 一般來說我們大概會對位到這個我們的佩洛羅 佩洛羅的防禦很高 不管是本體也好 或是他的這個中型士兵也好 其實防禦基本上都很高 那如果無視防禦的話呢 剩下就是15%的這個防禦力嘛 那整體的傷害倍率就很高 打這種防越高 那基本傷害的這個上升倍率也就越高 那相反的如果是打到這種700防 或者是高是這種比較低防 那上升倍率反而就沒那麼高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無視防禦85%對於這種高防的這個BOSS來說 非常非常的有效 那反而對這種低防的BOSS 可能上升幅度的這個顯著差異就沒那麼高了 好再來這個SS技能呢 其實有另外一個好玩的地方 就是他有這個扇形攻擊 那怎麼觸發這個扇形攻擊呢 就是在使用Normal技能的時候 Normal技能要怎麼使用 就是空彈的時候 空彈完然後馬上做Reload的時候 他會做扇形攻擊 或者說你在使用ES技能之後呢 他也會馬上Reload 再馬上再做扇形攻擊 所以一般理想的狀態下 就是我們當Normal技能發動 也是空彈的時候 他就會做這個快速裝填 並且發動扇形攻擊 發動完扇形攻擊的瞬間 我們再打ES出去 也是範圍攻擊 也是馬上去做裝填 那接下來打完ES 他又會再做一次這個扇形攻擊 所以最理想的狀態下就是 Normal完然後馬上接扇形攻擊 那是被動嘛 然後扇形攻擊完再做ES 好ES完馬上他又會接扇形攻擊 這個是打滿這個扇形攻擊 還有範圍傷害最好的一個操作手段 好接下來我們來計算一下 這個我們大叔的這個ES傷害 到底有多少 今天我們大概以Perolo為基礎 然後都是請到我們屋外試性 最好的這個日項 好基本上算起來 日項如果是對這個所謂的中型Perolo 防禦比較高的中型Perolo 其實他大概能打出230萬 11HIT 因為他圈其實蠻多的嘛 那如果是對這種小型的Perolo2000防 他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圈好圈滿 然後再加一個本體 所以假設有10張HIT的話 大概可以打到510萬 那我們這個大叔呢 基本ES他是單體802% 範圍653% 怎麼算呢? 單體就是我們前面我們講149 然後範圍也會打到單體 然後還有加我們扇形150% 所以單體大概有800多% 範圍大概就是653% 是這樣做計算的 那如果是打這6000防很高的 這個中型Perolo 他大概就是可以圈到4隻 加一個本體 總共有5HIT 因為我們看官方的測試來說 確實範圍還蠻大的 你是有機會可以圈到4隻 加一個本體 所以大概傷害大概可以來到510萬 那如果是打這個小型Perolo的話呢 其實大概就是可以打到6HIT 你可以圈好圈滿嘛 圈5隻再加本體 所以大概傷害有762萬 所以一樣都是物外私信 然後同樣是物外範圍 這個零戰大叔的輸出 確實比我們這個日向還要多很多 將近大概有1.5倍到2倍的傷害 所以剛剛的這些計算呢 其實多算是一個理論值啦 只上彈兵 那未來要打Perolo 可能我們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不過剛好這次的這個活動裡面 有一個ES的挑戰 ES挑戰裡面的這些人物 這些敵人 其他的防禦都是6000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就是Perolo中型的這個怪物 然後呢 這次我們剛好可以請到 我們這個零戰大叔去打 我們可以看出 他打說很大的這個傷害 而且範圍也很多 其實無視防禦的能力真的 非常非常的強 同樣的這個基礎下 我們拿那個日向也好 或是我們拿那個 泳裝花子也好 其實打出來的效力 都沒有我們零戰後星龍這麼高 當然那個挑戰你用水花子也是可以啦 因為震動打神秘大概也是1.5倍的這個傷害 不過水花子一樣 他必須要有人幫他降防 那還好他自己的這個Normal技能 有降防的這個空間 所以你多噴幾次也是可以把它噴死的 那不過這邊其實剛好是設計給我們這個零戰大叔 去做無視防禦85%的這個效果測試 所以一般後面我們在打這個大型Perolo的時候 應該可以期望他可以打到這種很爆發很暴力的這個範圍傷害 好的那剛剛看到的都是他這個範圍輸出最精彩的部分 當然他如果打單體他也可以成為一個戰裝角色 今天去打這個制約爬打打99層 從頭到尾都戰裝輸出的情況下 他這個輸出大概是有黑子的一半 但是比這個小狐狸 小狐狸大概也是屬於戰裝 不過他是有這個降爆抗的這個功能 所以比小狐狸的輸出還要高 所以未來如果你希望有一個戰裝角色的話 那這個大叔臨戰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的人選 那他最好還是放在範圍攻擊啦 像比如說像高防的Perolo 然後還有這種黑影 黑影其實算是震動的角色 震動去打的 不過他的防禦也很高有7000 那如果說打到大絕戰 搞不好有大絕戰神秘的這個黑影 或是甚至未來有更多新的這個boss出現的話 或許大叔還有發揮的空間 好啦以上是這個我們大叔臨戰的基本介紹 就目前的這個環境來說呢 防禦型態的這個大叔可能不是這麼吃香 因為畢竟是純肉坦 然後下的難度也不是很高 坦被拿出來用的機率也不是很高 當然你去打這個PVP演習場 目前來說也是迴避坦的這個天下 那不過未來有沒有更高難度的關卡出現 或是說在PVP上面有什麼不同的這個規則 我們之後再來做討論 不過這一次的亮點主要還是在於攻擊型態這個大叔 攻擊型態的大叔對於這種高防雜魚多的角色 算是一個劃時代的一個輸出的角色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來說就是以這種輸出型的大叔最為亮點 那防禦型態我們可能要等後面有高難度的關卡 才能去做他的這個評價 好啦以上是這個大叔的這個介紹 希望能夠幫助你 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